各位宾民们好,我之前出了一段影片 介绍日内瓦一间1937年成立的标行 还有最新的 CoinWatchCobased 的手标 有新标发布给大家看一看 这次又去日内瓦另一间标行,也是最旺的地方 这间标行其实也有很多手标 不过这次去就特别想看其中一只手标,一个牌子 看到旁边也有朱古力泡,瑞士朱古力 瑞士军刀和瑞士手标,简直是最厉害的三宝 例如像Mondang 的手标 原来不单在标行可以看到 还在很多卖精品 Souvenirs 的店铺都可以看到中影 例如看到有瑞士军刀 瑞士手标,Victorinos 的手标 还有很多精品,进去看一看 今天也不会慢慢说了,总之很多Souvenirs 地址我会放在这个描述里 大家有机会去日内瓦自己看 例如看到梦丁的钟和手标 总之精品也有 手标也有,太阳眼镜也有 例如杏利,袋子,什么都有,还有很多手标 Claude Bernard 都不会慢慢看,我只是 特别想看一个我从来没看过牌子 就是最顶那里 不是这个,是保罗华来的 是保罗华的手标 原来保罗华上面 那个都放了一些手标在 我稍微看看,有Seiko 可以看到有街霸的系列 上面就是我今天想看的手标 H992 H992 这个名字我觉得非常特别 为什么这么特别 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H这个牌子当然是瑞士手标 它的厂还是之前提过的拉绍德峰 The Short Form 所以H其实是解很多东西的 包括Horology 就是中标学 包括Hour 时间 还有Humanity 人性 还有很多东西 992 为什么呢 其实拉绍德峰 就是海拔的992米 原来真的这么高的 这么高的地方 竟然是一个制标的工业重镇 你说是不是猜都猜不到 这支标是43mm标径 也有上下标壳标带一体化设计 不过不是很厚的 是11.5mm Luck to luck 说的是47mm 其实不是这么大 所以这支标很特别 它叫Celebrate 就是说它的出产地 就是拉绍德峰 还是992米 是的 高过很多其他城市 你见到它的布局也很特别 这个是H1的系列 3时位置有日力枪 这个就不是最特别 但它是6时位置 就有小秒砧板 所以这个布局 就比较特别 机身就不是自家机身 就是 Selita的机身 没记错 就是编号 SW260 所以它的布局也特别 日力枪用了黑色的底 就不会太突压 你见到 其实它 标圈那里 也有小时刻度的 凹了的槽 在这里 就显示小时刻度 所以这支标 是很特别 我觉得 还有 也有现在最流行的设计 刚才说了 标壳标带一体化 以及壳标 也有不同的打磨 变了你戴这支标上手的时候 标带也是 中间也有一些抛光 你戴这支标 你的手一动 光就反得很厉害 扣 也有H992 这个标字 给大家看底 也有一些Polage 这支标写着H992 以及这个机身 是Chronometer 天文台认证机身 Sephar Crystal 100米防水 还有限量版 限量多少 当然是992 992 即整个H1系列 992 但我7吋的手腕 你看到也很有份量 而且光不断在这里反 其实我不是室外 只是室内 这支标 总之很容易记 叫H992 之后 就是992 限量版 还有 这个价钱 瑞斯法朗 992 即是位于港市 八千多 九千 八千多九千的定价 其实我也有几样东西 很欣赏这支手标 第一就是它的名字 又有英文字母 又有数字 令我想起 D1 Milano 不是很多手标 那么特别 名字 第二就是它的布局 是有三时日力枪 和六时小秒针 也不是 那些标很常见的布局 第三就是它的小时刻度 在这个标圈那里 也令它更加有特色 第四就是全部标都是天文台认证的 所以 其实品质非常之有保证 而且刚刚 去完这个 The Short Form 又看到一只标 是开宗名义 是说是拉兆得峰的 所以就更加喜欢 我不知道香港有什么卖 不过 很希望 遲些会有机会 引入香港的 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 不同的牌子 好像今天介绍 这一只那么特别的 H992 支持地区小店 和我拍片 还没订阅 也麻烦大家订阅 支持 对我来说 真的很大推动力 无论去到哪里 我都最喜欢 介绍一些有趣的手标 以及好像今天这一间的标行 和大家聊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